好,谢谢刘老师 我胜利应该可以吧 现在这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谢谢就是 木星机器人一直的这样子 很支持的,然后今天呢就是说 给了大家一个大礼,就是说把 那个仿真的 那个环境,就是说对应 真实的那个实验环境 就是说创造出来的那个 就是说建立出来的那个仿真的 环境,也就是在这边 就是免费的给大家提供了 这个模型,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对今天的这个课来说 其实意义很大,就是大家 就在虚拟,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可能都在家里学习,然后也 没有办法接触到机器人,然后即使 接触到机器人,可能家里也没有那么大的那一股 位置来,就是说做实验 或者是有太多的障碍物 等等的,就是没有一个比较规划的一个地方 做实验,所以 种种因素就 如果说是有一个仿真的平台 然后开发起来是比较方便 而且现在呢,我们如果说大家就是在那个 网盘上下载的那个 Zibowall的那个压缩包里面呢,其实是有 就是木星机器人公司里面一个实验区 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原尺寸一模一样的那个模型 所以那个模型呢,如果说大家按照今天的这个教程呢 进行开发的话呢,同样的那个 控制的那个编程呢 其实直接,应该是99%吧 几乎是不用改的 直接放在真实的机器人上,就完美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效果 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接下来 这个东西呢,仿真的那个 环境下开发过后,可以在真实的 情况下,直接演示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学习来说是特别 好,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呢 其实可以进行这样的开发呢 我觉得是今天的课 我觉得是好很多,效果应该是会好很多 所以希望今天就是说 等一下就一个那个 仿真的模型跟真实的 他们的那个之间 应该要怎么样去切换 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填我们所要讲的那个内容 好,我们来开始吧 好,下一页 好,首先呢 先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提醒一下,就是上周呢 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我们来 复习一下 然后上周我们就 的作业呢,其实是 就是结合了这个语音的那个 交互,还有这个图像 这两个模块呢 加起来,然后呢,给了大家一个 大的作业,就是怎么应用 机器人的这个 语音的能力,还有 视觉的能力呢 这两个人呢,开发了 比如说,要怎么样建立一个 宾馆前台的这个服务的机器人 或者是在学校啊,图书馆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机器人 就是说,大家可以跟机器人很 自由的对话 然后呢 机器人可以用图像呢 来了解,比如说 对话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怎么样去认识 然后还有,可能可以追踪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叫 机器人识别颜色,识别一些东西 所以这些 作业呢,我觉得是 今天的那个 跟今天的主题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过呢,过后呢,我可能就是 在今天再讲解 最后今天的作业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提一提 怎么把这几个模块连起来 然后过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工具呢 其实是每一个模块 组装起来过后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那个 比赛的一些任务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所以希望接下来我们 做的这个导航的部分 再加上上周我们学到的 语音跟这个图像的部分呢 结合起来过后 我们接下来 其实今天已经是第五堂课 下周就是 这一堂了 我觉得这些加起来过后呢 可以开始去开发 我们比赛的那个内容 这个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留意 然后呢 懂得怎么把这些东西 加起来 然后过后开发 我们的那个比赛内容 好 我们来讲今天的内容 所以今天所需要的 一样的就是因为 也考虑到大家就是说 在家学习 所以我们其实尽量就是 不要紧任何的 实验室的那个 条件 进行 也可以进行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 只需要一台电脑 大家就可以完成 今天我们在这个课上 所讲的内容 不过在这个电脑里面呢 其实就跟 上几周一样 就是说大家必须要有 那个软件的那个环境 所以说我们用 OpenTool又有ROS 然后今天特别的呢 我们是会用到了这个Gazebo 其实如果说大家是用木星 机器人提供的那个 Vertilbox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跟接下来所需要的软件 全部都已经配置好 安装好了 所以我过后会把所需要的这些模块呢 跟大家做一些解释 然后过后 刘老师也会 跟大家讲解这个Gazebo的一些入门 好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么多 不过呢 刚才刘老师也是说了 就是那个 我也有说了 就是那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大家上刚才那个 百度的网盘呢 就可以下载 然后 怎么用那个 模型呢 过后刘老师会跟大家接受 好 下一页 OK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分成 跟晚上一样 就是说前一个小时 我们会有上一段的内容 然后 八点过后 我们会有下一段 那个 内容 然后今天我们 上一节课呢 就是说 上半段呢 我们会说怎么建图 然后在建图之前呢 我首先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移动机器人的一些 构造上的原理 然后还有就是说 怎么样从这个机器人的构造 跟它移动的方式呢 进行那个 它的模型上面 去计算出它的那个 里程记 然后从这个里程记 跟一些传感器呢 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 把周围的这个地图建起来 所以今天 上半节的课呢 就会讲这个内容 然后过后呢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呢 刘老师就会给大家示范 怎么样用我们的那个系统 在Pazibo的里面 建立那个模型 就是环境的那个模型 过后呢 通过我们的那个导航的 软件包 进行这个 地图的建立 这个是上半段 然后下半段的 那个内容呢 我们就是 当我们有了这个地图过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用这个地图 让机器人可以 从A点到B点 进行那个路径规划 然后从此 使到机器人可以 就是说 在不控撞到任何的 伤害物的条件下 安全的从A点 就是移动到B点 这个就是我们 下一个小时的内容 好 下一页 好 我现在就 这个机器人的这个 移动的方式开始说起 所以移动机器人呢 其实 在这个 非工业机器人以外 其实是一个 历史蛮长的一个 研究领域 在机器人里面 然后呢 我们一开始就是说 当我们就是 从 工业机器人 就是延伸出来 第一个 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 怎么样把机器人做可以移动 所以这个Mobile Robot 这个移动机器人呢 其实已经经历了很多 很长的时间 进行这个科研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科研的结果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形形色色不同的 那个移动的方式 比如说有 用轮子的 然后也有用脚的 然后也有爬行的 然后也有爬在墙上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又有轮子又有脚的 机器人都有 甚至没有脚的 比如说像蛇这样子 爬行的那个机器人都有 所以在这些设计呢 其实呢 很多是 在于 机器人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他的那个 最好的那个移动的那个方式 来设计的 而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一般 我们这个 服务机器人呢 我们一般都是用在室内 所以在室内呢 其实我们就会把地面的那个情况 就是说地面的那个要求 其实不是很 很怎么说 它是一个很平的一个地面 然后呢 一般我们不会像 就是说在草丛里啊 或者是在室外 那些比较恶劣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安全地用 比如说我们用轮子来种 就没有问题 而且呢 我们的那个 从地面 的那个缝隙呢 其实也不需要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室内呢 其实不会有 太多不平坦的那个表面 所以一般在我们的这个课里面呢 我们 在设计服务机器人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 以轮子为主的那个移动方式 然后在这边呢 我过后会跟大家解释 这个轮子 用轮子的那个移动机器人呢 要怎么样去建立那个模型 好 我们再下一页 继续说 好 轮子的设计呢 其实有很多种 然后也有很多多轮的 从也有单 其实也不是叫单轮 就是一个球形的 从一个球形的 然后到两轮 到四轮 到三轮的 而且也就是有这种 那个omnidirectional 也就是那个 多方 多方向的那个设计 种种的那个轮型的那个 移动机器人都有 不过在这边呢 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 两轮平行的 也就是这个parallel dual wheel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个不同的那个轮胎的 那个就是轮子的那个设计呢 然后根据它转动的那个方式 跟它的那个这个轮子的那个配置 也就是说在机器人上 你怎么样配置这个轮胎的那个位置呢 其实已经决定了这个轮胎 这个机器人走动的方式 然后在这边 我们其实很大类的 我们可以归成两大类 一种是叫holonomic 然后另外一种是叫nonholonomic 然后holonomic跟nonholonomic的分别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holonomic的意思呢 OK 我们的这个移动机器人其实是在平面嘛 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在一个2D的情况下 我们的那个移动 所以在一个2D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移动呢 其实就只有三种变量 一种是X 一种是Y 然后一种是那个机器人的那个方向也是θ 所以当我们的XYθ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独立的去变化的话 比如说一个机器人 他可以在Y轴走动移动 或者是在X轴移动 然后他也可以就是说 独立的转动自己的那个方向的话呢 这样子的设计呢 就叫holonomic 而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自行车啊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汽车啊 都不是holonomic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X或者Y 或者是某一个情况下 其实是不能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自行车吧 大家是不能够左右移动的吧 对吗 如果说要去左边的话 其实是要拐个弯 然后就是说我们的头 前面必须要就是说转向左边 然后才向前行使 而不是直接就是说 头看着前面 然后往左边行使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那个设计呢 是nonholonomic的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看了几个例子 其实呢 就只有这个多方向 全方向的那个设计呢 才是holonomic的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XY推打三个 轴可以自由的移动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用的是这个两轮平行 不过两轮平行 其实我们 其实比我们的自行车来的比较 怎么说灵活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在原地自转 其实自行车是不能原地自转 这个原地自转的那个设计呢 其实对我们在这个 室内的那个服务期权 是特别有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 是必须要在狭隘的空间里面 转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样的设计是比较理想 而且再加上 我们的这个两轮平行的这个控制 也是相对的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只有两个电机的控制 就是两个前后的那个控制 所以在控制上面呢 就相对的是比较简单 然后它的那个行动的那个灵活度呢 是蛮适合我们的那个室内的运用 好 下一页 好 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模型开始讲起 不过呢 我也不想就是说 说得太深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是要说导航 要怎么样让机器人可以从A点 就是说自主的导航到B点 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要学到的这个内容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更加了解 我们其实怎么样去建模 然后从这个模型 怎么样去进行这个 比如说路径规划 这一些种种的 其实我这个课呢 其实可以说 用几节的课都可以 就是说细化的 跟大家把每一个部分都说得很仔细 不过我们在这个课里面呢 重点是让大家了解 怎么样就是开发机器人导航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 这些底层的这些理论的知识 所以首先这个两轮平行移动的那个移动机器人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像在右图的那个模型 我们把所有这些模型的这个变量呢 写下来过后呢 在这边大家必须要注意的有几个重点 就是左边跟右边轮子的那个速度 也就是VL跟VR 然后还有这个Turning Radius Turning Radius呢 在我们这边其实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样 这个R怎么样的变化 然后根据这个R要怎么样变化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控制 我们的那个左轮跟右轮的那个速度 然后还有一点重要的这个设计的那个 重要的一个设计呢 就是这个Wheel Track Wheel Track也就是这个 两个轮子之间的这个距离 好我们定了这几个关键的这个设计过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写它的模型 好下页 好我就不细说怎么样去 就是说得到这个 那个我们两个控制的那个变量 然后跟我们想要知道的那个结果 就是说整个模型呢 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其实大家可以从1到9慢慢看 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 不过重要的是我在这边说呢 我们这个模型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控制 也就是我们的输入呢 其实是左轮跟右轮的速度 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吧 大家应该也是可以了解 就是说在写这个 这个机器人的那个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控制的那个变量呢 就是左轮跟右轮的速度 然后这个速度呢 包括了它的方向 比如说向前转 或者是向后转 然后如果说 我们是用那个加减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去设定它的那个方向 转的那个方向 所以那个呢 是我们的输入 然后输出是什么东西呢 输出呢 其实就是这个整个机器人整体的速度 也就是V 还有它整体的那个转动 也就是Omega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第九呢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输入跟输出 就是说已经排得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模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个模型呢 来去推算出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模式 好 下一页 OK 所以在这边 怎么样拿到就是这个里程记 所以这个里程记呢 其实就根据刚才的那个方程式呢 可以计算出它的那个里程记 里程记也就是说通过时间 就是刚才的那个模型 然后呢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呢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机器人 已经移动到哪一个点 所以这个Odometric也就是里程记呢 所以它的XY跟Δ 所以根据你的时间 比如说你在一秒里面 你的那个输入是这么多的话 你的那个一秒过后 你的XY跟Δ的值是多少 其实就可以根据 10的那个方程式那边算出来 不过这个方程式呢 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算 为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 机器人的那个走动的那个 怎么说呢 它也不是说直线 就是说我们会一直在变化 所以要减这个 就是说要算的话 你要减那个方程式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用这个 那个怎么这样 就Numerical method的方式 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算出这个曲线 下面的那个 那个 面积 对 然后呢 这个面积呢 其实有几种算法 就比如说 第11的用这种 Strip的那种算法 或者是第12的 Trapezoid的这种算法 其实这两者的差别 其实不会很大 计算的那个过程 也也是很类似 所以 这个怎么计算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选 Numerical method的话 其实是 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说 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呢 就是说 放进电脑里面 然后进行 就是重复的一个计算 OK 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算出这个里程纪 这个是以模型 从模型那边 算出这个 机器人移动的这个里程纪 然后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达到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机器人的里程纪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好 接下来 OK 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说 这样 刚才那些 是理论上 我们怎么拿到 那个模型 然后怎么算 不过呢 现在我们要说 这样在真实的 机器人上 其实那个 整个操作过程 是怎么样的呢 所以在真实的 机器人上 比如说这一边 它是说 Odometry is the use of data of moving sensor 就可以放传感器下去 然后呢 看它左轮跟右轮的那个旋转的速度那边 去推算出 去计算出它的那个里程纪 所以这个就是在真实的机器人上 我们就获取了这些传感器的数据 然后来算出它的里程纪 OK 然后 然后 下一页 然后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大家如果说 现在是这个Turtlebot为模型的话呢 其实这个Turtlebot呢 跟很多其他的那个 双轮的这个平行机器人呢 其实它的那个 内部的构造都很类似 就是说它首先 它必须有那个encoder 也就是去计算出 它的那个两个 轮子的那个转速 这两个 然后在这边呢 具体的呢 也就是这个ViewSensorData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ViewSensorData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 重要的那个传感器 也就是这个Zyro 这个Zyro呢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机器人里面有的这个陀螺仪 所以通过这个陀螺仪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 我们的这个IMU的这个数据 这个IMU或者是这个陀螺仪呢 其实跟大家的那个手机 测量出大家的移动的速度 比如说大家 每天不是有走了多少步 然后有走了多少 然后这些嘛 什么算到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靠我们的那个手机里面的这个 IMU或者是Zyro的这个传感器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两组的数据 第一组的数据呢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Oddome 也就是我们算我们的那个轮胎的转速 然后第二组的数据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IMU 也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移动的那个速度 从那个IMU那边获取的那个那个里程级 也不是里程级 也就是我们 就是移动的那个数据 所以这两个数据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说加起来 为什么我们需要加起来呢 是因为单靠其中一个 其实不是很准确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单单只是看这个轮值的那个转速的话呢 其实它并不是完全代表了这个机器人行走过的那个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在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有很多 比如说打滑 或者是根据它的那个摩擦的那个不一样 地面的那个情况的不一样呢 其实算出来会有很多误差 然后为了要防止或者是要减低这个误差呢 我们就拿这个里程级的 也就是说从轮胎的这个数据 和我们的那个IMU的数据 这两个结合起来 然后算出它的误差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精准的里程级的那个数据 也就是在这边呢 我们就用了这个 EKS 也就是Common Filter Standard Common Filter的这个 一个在移动机器人里面常用的一个工具 来算出它的里程级 好 接下来下一页就会说出那个东西 这一边呢 就会说了这个EKS的Common Filter 我在这边就不会跟大家解释这个Common Filter了 因为它其实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学公式 不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就是很鼓励大家去看这个Common Filter 是怎么样的一个算法 然后它是怎么样把这两个数据呢 结合起来 然后算出它的误差 然后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 那个里程级的这个推算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用了这个方式 然后得到了我们过后 这个比较准确的 可信赖度比较高的这个里程级的这个数据 好 下一页 好 我们现在就拿到了这个 我们的那个机器人的里程级的数据 过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 去做这个机器人定位的这个过程 这样这个机器人定位是怎么定位的呢 OK 大家就来看看一下这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在左边 我们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家庭环境嘛 就是说我们有沙发 有茶几 然后机器人会在这个环境里面走动 然后我们首先呢 是要知道这个机器人 在这个房间的这个定位 所以要怎么拿到这个定位呢 我们就必须要靠另外一组的那个传感器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那个传感器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激光的这个传感器 然后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移动机器人里面 常用的叫做Laser Rangefinder的 Laser Rangefinder的这个传感器 也就是我们用靠光靠激光来测出机器人 跟其他物体的这个距离 然后是如果说我们是用二维的话 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距离 就是说我们一扫描 或者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平行前面 这些物体啊或者是墙壁啊 跟机器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数据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那个传感器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找出机器人的位置 不过怎么找呢 OK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就是说通过这个那个里程序 再加上也就是Odometry 然后再加上这个激光的这个扫描的这个数据 这两个数据怎么加起来我们可以建图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二维的这个地图 首先我们看这个地图是怎么建的 OK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右 左边的这个图呢 其实左边的这个图代表了右边的这个环境 大家如果是说从上面看下来的话 OK然后比如说我们从上面看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左边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左边的那个比较长形的那个是三个座位的那个沙发 然后上面两个座位的 然后一个座位的 然后中间是一个茶几 可是为什么它是四个点而不是一个大的那个长方形呢 是因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右边的那个机器人 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两层之间有一个那个传感器 所以这个高度呢 其实是机器人的那个激光的扫描 所以在这个高度看 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高度 你把那个茶几切 就是说从这个平面切了过去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四个角 对吗 如果是从上面看的话是四个角 所以我们的那个传感器的数据呢 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四个角 而不是一个长形的一个茶几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用激光扫描出来的那个二维的一个地图 这个是我们的地图 OK 这个地图呢是怎么建的 我们看下一个 OK 接下来我们就说吧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Slam Slam呢其实就是我们在 它是simultaneously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意思就是说机器人在自己定位的同时 把这个地图建起来 OK 这两个过程是怎么样达到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人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Telabot的这个机器人呢 我们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大家可以看到说上半 上面一半的是我刚才说的嘛 就是下面的这个理成绩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其实下半段呢 其实是加了刚才我说的那个距离的这个传感器 也就是在这边呢我们有这个Kinex的传感器 对吗 这个Kinex的传感器呢 所以这个Kinex的传感器呢 就给了我们一些这个数据 然后比如说点零的数据 整整的数据 不过在这边我们只是拿了这个scan的这个数据 我们就是这个二维 这个平面的这个距离的这个数据 我们拿了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放进了我们另外一个工具 也就是这个AMCL AMCL是Adaptive Monte Carlo Localization 也就是一个定位的一个软件包 然后这个定位的软件包呢 我们做什么东西呢 首先你必须要给它一个地图 然后呢你再给它这个TF 这个TF呢是机器人跟它的那个坐标系的转变 就是Transfer Function 它的那个坐标系的那个转变的这个模型 也其实也是机器人的模型嘛 就是它的那个机器人模型 也就是我们从传感器的那个坐标 到我们底部轮子的那个坐标 之间的转换的这个这个模型 我们把这两个数据放进去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就是说机器人整体的这个坐标系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数据加起来过后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进行了这个自我定位 所以这个自我定位怎么做到呢 给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 OK 所以首先大家就想一下 OK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地图 然后呢 我们现在有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推算出这个机器人的位置 所以要怎么样推算出这个机器人的位置呢 我们就用这个 其实大家就必须要了解这个AMC 这个Adaptive Multicolor Localization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 Multicolor Localization的概念是怎么样 所以比如说在机器人在一个某个特定的位置 他在前面看到的这些数据 比如说他站在 比如说他站在前面 他看到前面就是说一米之处 有一个障碍物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所有在一米以内可以看到障碍物的这个点全部点出来 对吗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算法 比如说在这个地图里面呢 每一个距离每一个障碍物 前面的这个一米的这个位置呢 把所有这些位置都点出来 这些位置呢都是有可能是现今机器人的位置 所以我们把这一点都点出来 所以过后呢我们会拿到很多个点 然后我们再叫机器人移动 比如说向前或者向后或者向左或者向右 移动部分的距离 一点距离 比如说一个真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们根据里程记我们可以算出 OK我们在移动了这个一步过后 我们看到的那个传感器的数据是什么东西 所以根据那个新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呢 我们更新 我们把刚才所有的点都查过一次 然后呢看每一个点在进行这一步移动了过后 接下来所看到的数据跟我们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数据是不是吻合 如果不吻合我们就把之前的那一点去除掉 就是说之前的那个可能性是不对的 之前的那个猜测是不对的 所以根据这个过程呢 我们每一步把之前不可能的都去了过后呢 其实走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准确的猜出哪一个点是我们最初存在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呢就是Adaptive Monte Carlo Localization 一个我很粗糙的解释 来去跟大家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 所以根据这个方式呢 机器人可以就是说可以通话自己的模型 通过它的旅程记 还有通过这个地图呢 去推算出它的那个位置 这个也就是Localization的整个那个过程 好 下一步 好 我大概就把重要的这个概念都说清楚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如果说大家对于刚才我说的这个概念呢 想要更深一步的了解呢 我就建议大家把刚才的比如说 Common Filter的概念去看看 其实在网上其实有很多 然后这个AMCL到底是怎么样的算法 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资源大家可以学习 不过在这边呢 我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背后的这些概念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要去做 就把这个地图建起来 然后在这边我们用到了什么工具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在建这个图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了这个OpenSlam G-Mapping的这个工具 然后这个工具呢 在Ross里面有一个 已经打包好的一个Ross的一个软件包 也就是这个 第二个检索的这个G-Mapping的这个软件包 其实在Ross Navigation里面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件包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 所以大家可以去第一个检索呢 看这个OpenSlam的整体的那个介绍 在那边都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检索呢 是给大家看这个在Ross里面的这个软件包 然后具体怎么建图呢 其实Ross Wiki上是有一个 详细的那个解释 就是在第三个检索那一边 不过我们在这边呢 就会跟大家示范跟讲解 这整个过程 好 下一页 OK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因为我们没有就是说用真实的环境 跟真实的机器人来做这个建图嘛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个仿真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用了这个Gazebo 也就是Ross里面的一个仿真器 然后大家对这个仿真器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 可以去第一个Ross Wiki上的这个Turtlebot Simulator 大家可以看那边有一个解释 然后安装的话呢 其实我们只是需要这个Ross Kinetic Turtlebot Simulator 的这个安装包 不过呢 当当这个安装包是不够的 这个安装包只不过是给你在Gazebo 做Turtlebot的这个模型 不过如果说你是要做那个 那个 建图的话呢 你还需要就是说 把Turtlebot相关的那些 相关的那些软件包都安装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在上几周的那个 就是在环境设置的那边 那一节课呢 其实跟大家也是讲解过了 不过大家如果说是用木星的这个 Verturebox的话 基本上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了 所以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就是要Bringup 所以同样的跟CinamboPod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Bringup 就是说把这个Gazebo 就是说启动起来 好 下一页 OK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建图 然后这个是建图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首先我们把启动了这个GMapping 然后在Arvis里面呢 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变一些设置 为什么 因为这个设置原本是用于真实的机选的 不过在Gazebo里面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Global Map跟Local Map里面的这个Course Map呢 改了它的那个话题 不过这个东西过后 刘老师会跟大家详细的解释 然后过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我们的那个Teliop 也就是远程控制的这个 这个小工具呢 去移动这个机器人 然后呢 进行扫描 然后过后 我们就可以把扫描过的这个地图呢 进行保留 好 这整个过程呢 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没有吧 就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刘老师 让刘老师跟大家解释 我刚才说 我说的这几个过程呢 是要怎么样去实践的 好吗刘老师 好的 谢谢陈老师 好 谢谢陈老师 那么感谢陈老师的介绍 这个其实前面的内容来讲 因为我们自己 我本人自己学控制专业 所以对这块 基本概念还是比较清楚 大家如果说是大学本科 大家在专业上面是控制 或者说是基点体化这样的 涉及到机器人运动学 动力学的这样的专业的时候 相信大家对这个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 但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讲的话 大家肯定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有一些很 就是很深奥的感觉 就不知道它在 到底是什么样的描述 不过我觉得 大家既然通过这个课程 能接触到这些知识 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带着一个问号去 去以后学习更多的内容 那么理论知识很重要 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希望通过一些具体的操作 给大家展示这个相关的一些具体效果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还是用我们的这个仿证平台 那么大家去网盘上把这个压缩包下载下来 压缩包下载下来是肯定到你本地计算机的 并没有在我们的这个仿证计算机里面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压缩包的时候 首先要做一些基本的设置 这里面有一些设置的步骤 那么第一点 就关于我们的虚拟机 跑Galibu的一些特殊准备 因为Galibu 它本身是做一个三维空间的仿真 所以它对计算机的这个 实际上如果在实体机上跑 对计算机显卡的性能 是要求比较高的 但虚拟机 不管是Wortabox 还是Winware Machine 那么他们的模式都是使用计算资源 也就是CPU的计算资源 去模拟显卡效果 所以不管你的计算机 本机显卡多么的高端 高大上 但实际上真正影响 我们感觉波音速度的 和我们在虚拟机下跑的速度的 核心问题是你的计算能力 就是CPU的能力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有的计算 有的这个笔记本 如果比较早期的话 可能在配置上面会弱一些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新的笔记本 大家在这个虚拟机 关机的情况下 因为我现在开了一个 我选一个关机的情况下 大家能看到这个设置的小齿轮 点开以后 在系统里边 把处理器的数量 能拖多大拖多大 就绿色范围的最大值 我这台笔记本性能还比较好 所以是6核12线程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12CPU 实际上是12线程 现在比较高的CPU配置的话 6核8核都是比较高的配置 那么一般的一核两线程 所以会有一个12或者16这样的配置 大家尽可能的拖高 这是我们在处理器这个环节上 就CPU这个环节上 尽可能的把它能用的都用上 第二个 那么在它的这个显示环节里面 有一个3D加速 那这个其实我们勾选上的话 对整体效果提升有一定的帮助 但其实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用 所以我建议大家也是把它勾选上的 这是我刚才调整了一台虚拟机设置 但实际上我现在启动这台虚拟机 已经设置好了 就是我现在运行的这台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模型文件和环境文件 导入虚拟机 就是这个压缩包 压缩包怎么进虚拟机 非常简单 看到拖动拖进来就行了 这是我们虚拟机和尸体机 我们在虚拟机配置里面共享了拖放 就有这个功能 那么直接打开它 这里边解压缩软件 不是什么360 也不是什么Winzip 就它自带的一个解压缩的模式 那么我们选中 选中我们前三个 注意不是所有的 前三个是model文件 就是模型文件 后面一个是环境文件 选中的三个 右键提取 提取到哪去 我们点开一个文件管理 看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是我们直接看到的 这个文件管理的项目 就像一个资源管理器一样 能看到所有的文件夹 这是我们上一礼拜做的图片 但实际上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 Ctrl H 能够看到隐藏文件和文件夹 就是看到了所有的隐藏文件和文件夹 那么我们把隐藏文件 显示文件夹显示出来以后 在解压缩的时候 回到我们的home 我们就能看到后面 这也要Ctrl H 能够看到列出来的很多的这些 带点的隐藏文件夹 放哪去 注意看我的过程 找到点 Gazebo 进去以后 中间这个model 好 就在这 其他都不用 保时默认不便 提取 他就把刚才的这三个文件 提取到了 我们说的这个 点儿 感 label model 下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文件名叫 Jupiter Robot Office 和Jupiter Robot War 和Mustar Room 这个名字我自己取的 所以能够体现出来 跟我们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的Mustar Room 这就在这 Jupiter Robot Office Jupiter Robot Office 和 快速查找 可以在键盘上直接敲打字母 Jupiter Robot Office 和Jupiter Robot War 至于这有什么作用 一会儿我们展示 实际效果给大家看 这是第一 前三个 后面还有一个 Words Words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模型 构建起来的环境 这里面既包括了我们的模型 也包括我们在模型里面 添加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实体的立方体 或者说一些家具等等 它也可以提取 那这个提取 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位置了 就不像刚才 一般来讲 因为我后面要涉及到 怎么样调用这个环境模型 所以我会把它找一个 比较方便的地方 比如说我就放在 我们的跟Cat King WS 平行的这个位置 我说那意思 直接提取到我们的 这个Home这块 实际上在Home这里边 我们提取 并不是直接进了Home 而是在Home 斜杠Mustar 我们当前用户下 通过这来提取 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 直接点开的这个文件夹里边 就出现了Words 这里面我导入两个Words 一个是我们的办公室环境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虚拟的仿证环境 这是一个导入的过程 那么这是 这是刚才的 我们操作的这个具体过程 这边的PPT 大家如果后面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陈老师介绍的 我们如何把真实环境 和我们虚拟环境 对应起来 首先呢 我是非常精确的测量了 我们搭建的这个虚拟环境 这个精度非常高 我是用激光测局测的 所以你看到最后面的很多 数字在30平方米左右 里面分成了三个房间 这边一个大房间 这边一个房间 还有这边一个小房间 模拟一个简单家具环境 有一些基本的家具桌椅 沙发 两个 看一下我们实体对比 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我们的真实 这种展会的这种常见的展板 定制 那里面摆放了一些家具 这张白色的桌子 其实是一个40公分高的桌子 这个桌子在很多 特特勃 机器壁的高度很接近 这是沙发 还有五个储物格 这边有一个小房间 改在某环境下建立起来的 它的这个相近的 而且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这两个差距 就是这个精度差距 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因为我测量的很酷 隔板厚度 都是真实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仿真环境 接下来我们 要启动这个环境 如何启动 我启动这个环境的命令 是Rose Launch 然后它的包 至少是今天任务 来那个大家 好这个 它的包的名字 叫Turtle Board Gazebo 默认的 看看它启动什么样的环境 那么它启动的是一个 很典型的机器人在这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立方体 圆柱体 等等一些物体 这是一个很低的环境 导入进来 怎么做 首先我来退出 刚才的这个启动 就是中断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路径 好 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有两种方面 带参数启动 那么在Turtle Board 在这个Gazebo启动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指定 在后面加一个WordFail 我们是可以指定 我们调哪一个地图 里面的应该是Jupiter 我看看 Word 注意大小 所有都是下滑线连接 这文件夹里头 找这个环境文件 所以打开的 就是我们 是在整个环境的中心点 就是这个蓝红绿三条 这是一种启动方式 还有一种 我们可以 因为要launch文件 去哪儿建 我们再开 那么Turtle Board Gazebo在哪儿 Turtle Board Gazebo在Turtle Board launch 好 这就是 这是我之前建过 Turtle Board Gazebo在这儿启动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我们怎么样去建立 这个文件呢 Turtle Board Gazebo launch的文件 复制一下 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就叫 Jupiter Robert 好 在这个文件的第14行 在指定参数的 我们在这儿把它改成 我们现在存放模型的位置 然后把我们的模型文件 写进去 模型文件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做一个保存 好 这个launch文件 就可以直接打开环境 就把这个 Jupiter Robot的这个环境 但是我们现在启动的文件呢 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 Jupiter Robot 如果遇到启动的环境 是空白的那种情况 基本哪里敲错了 它是一定能启动起来一个环境 但是如果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仿真环境 上面的这些 Type页面 里面有一个insert 就是我们展开的路径 就是我们刚才 Jupiter Office Robiter Office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编体 其实是插入的这个 单独插入的这样的物体 那么这个 就会发现 它在这边建立了一个 C型的框 实际上可以把我们的作用 是什么 这道边墙的作用在于 我们在建立 也做一个建图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的机 你就可以有地图上的坐标位置 否则机器人 很难准确估计自己的位置 这是现在的一个 这个边墙怎么删除 当我的鼠标变成小手的时候 就可以选中它 是启动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一个 这个Gundable的环境 那么第二步呢 我打开一个终端 我用了Type的算法 还是在Turtlebot下面 Turtlebot的Gundable下面 里面的G-Miping 它以后 我们不会打开新的窗口 但是大家注意看自己 First Sky 就表示它启动正常 接下来第三个 我们启动 仿真数据可视化的效果 那么我们用的这个节点是 View Navigation 我们实际上是完全在使用 CPU模拟显卡功能 所以我那一波以后 它的CPU消耗会比较增加 但是启动RWiz 需要做一些稍微的调整 否则机器卡死得特别严重 好 我们可以找到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全屏 把它缩小一点 只要我们稍微的缩小了以后 这个显示速度的影响 就会小狠图的TOPIC 大家看到在LoonMap下面 也有一个镜塔号 我们先处理LocalMap 点开前面的出了问题 那么TOPIC这点一下 右边的小箭头 你发布的TOPIC叫Map 旁边空白出任何地方一点个 同样是点开 直接在它的下面的TOPIC 我们整个侧面栏可以收起来 操作这个界面显示 平移是按住旋转 是直接鼠标左键 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 基本的鼠标配置 就可以看到它就可以 然后我把它再收缩在 我们的这个屏幕的一个位置的调整 放到这来 上面也缩小一点 好 动起来 那么用的方式 用的命令是什么呢 是Rose的TeliOp里面的 RoseDunch TeliOp这个包 下面的TOP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运行好了以后 也很特殊 跟我们常用的上下左右 什么WASD都不一样 它是就是键盘上 这么九个键位 每次增加10% 增加10% PC 就是屏幕的键盘 左边这个分别键是 停止 用的是K 它的都是它自己运行的 好 用键盘也须是 当前的焦点窗口 什么意思呢 次上点了 我这个时候就不能遥控了机器人 所以我一般会把它怎么样 反正我知道这些按键 后完了以后 鼠标在这点一下 这就是当前的焦点窗口 好 现在我让机器人开始走 键图的时候呢 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我这边键给大家行走 那么机器人在这个环境里面走的时候 终点和起点 必须是同一个点 那么既然是点 那么我们怎么样确定是 终点和起点是同一个起止点呢 我们就以这个小图 现在看上去好像乱七八糟 现在也不值 但是我们走着走着 它就会不停地更新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这是走的第一圈 它一边走一边看起点上去 这里面起点有非常明显的标志 也不用非常精准地回到 在键图的过程中 不要后退 也不要 Gazibo像仿真的机器人 实际都保留了 机器人的基本的平台的 对机器人轴承的误差 会有一些手去搬一搬你的轮子 发现它也有一些晃动 这些都是 机器人一开始向前走 然后突然停下来 直接后退 那么机器不具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是我们走的第二圈 你会发现右边的这个图 右下角的这个图 完成了这个方形的房间以后 我们把这个边上的这个 带出口的这个 这就是我们剑图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速度千万不要 我再加速 但那样的话 误差会很大 大家看我走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采取观测的方法 去看看它 三地视觉摄像机 它的视角和视距都有线 物体 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 绕着它的四边走一走 走到跟前来 加一些旋转 在它周围转一圈 你会发现 它就慢慢地更新出来一些 线 然后这边走完了 去下一面 大家在做的时候 在建图的时候 物体 因为你撞击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机器人被卡住 用的测量物差 就是机器人以为它还在走 但实际上它的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看到不同的面 其实我们这两个面 也基本上看得差不多了 这是我们的 现在 大家画了个正方体 但是看上去 你画出来的东西 也不像个正方体 或者说是 因为我们的地图 在我们建好以后 是可以修订的 进入下一个房间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起始位置 我们开始去转这个圈 真实机器人的话 我在这个真实环境里面走的速度 跟我在仿真环境下走的速度 几乎是一样 观察你的这个 建图结果里面显示的效果 然后呢 不停地 能是沿墙壁方向是横平竖直的走 如果说在它观察的时候 会影响它的一些精度 我忘了 不过别着急 我们继续走 如果有真实机器人的 这个建图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 不管是对激光 还是对3D视觉摄像机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也能透过这个玻璃穿过去 造成它的这个观测错误 所以透明玻璃是比较麻烦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黑色物体的视觉观察 会缺少特征点 激光是更容易被黑色物体吸收 什么样的这个物体最好 白色 慢反射物体 比如说这种叠纸 都是可以用来 比如说对这个玻璃 做一些遮挡的挡住 你在跟机器人 所看到的这个3D视觉摄像机高度 在这个同性水平高度做一个遮挡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图好像是有点歪 看一下能不能修正回来 墙边的这个板 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呢 没有加什么纹理 也没有做什么贴图 所以它看上特点的一个板 那么真实环境下的这种板呢 实际上 包括我们在使用的一些色的物体 使用的一些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瓶子 都会对它形成一个新的观察的一个路标点 会有利于它把这个图建的更好 我们看到 好像确实歪了一块 我们进入下一个房间试试 这是个小房间 如果你觉得观察不变的话 可以在Gazebo下 Gazebo的操作跟RVS不一样 它的直接点击的时候呢 是平移 那么鼠标右键是缩放 或者滚轮是缩放 Android Shift以后呢 是旋转视角 能看到我们换一个视角 我们发现 其实我这里面还有两个小椅子 所以我会带这么一个小方块 好 我们继续让它在这里面也转一圈 把这个里面的图画出来 机器人的这个3D视约摄像机的视角 非常有限 观察的时候可能要靠近它看一点 可以使用一些类似于这种旋转的方式 让它在这里面多观察一下 它会逐步的修正自己的观察误差 确实仿正环境 所以会产生一些误差的情况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好 这里面的位置也大概画出来了 好 我就先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告诉大家 怎么样把这个地图存下来 我们的命令是这样的 回到陈老师 是这个 是MapServive 那么-F 就打开文件 然后是 我建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你随便起的 比如说我叫Test 回车就可以了 看一下存的位置 Maps 我这里面存的其他的一些地图 比如说这就是一张图片 就是一张图片 在这里 这个图其实相对来讲 我们最后存下来的图 就是三种颜色 一种是白色 那就是它发现的障碍 还有就是这种灰色 就是它没去 这个图大家觉得有问题 比如说我以这个图为例 我们怎么样修改它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 我们叫G 叫G 诶 小写 G N U 就是这个 乌邦图下边的一个Photoshop 我们好的这个图片 我的位置应该是在Mustad的 那边 好 比如Test PGM 这个工具箱 你看这里面就铅笔 橡皮擦出一些错误的 哪个橡皮呢 这个 大小改大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 这样画线怎么样 这有铅笔 铅笔我们画细一点 不要意思画粗线 比如说我们画出一个笔的颜色 要选一下 选成纯黑的 我们画出来 一条 画出它大概的这个位置 我们的这个沙发的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方块来 就是仿真环境下面的这个 GMI的键图 不管是仿真环境还是真实环境 这种方式可以去修改的 有的可以把它导到Windows下面去做 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导航的事情 当然我刚才建的这个图 确实来做 就这种模式 保存的话给大家提醒 这个文件 把这个工具箱关掉 文件里边 如果我们直接点格式的 比如说我现在存Test1 或者就要Test Test 我在点存储的 保存的时候 它会提示我 不能保存 为什么呢 这个PGM的文件就能看到了 我点导出以后 替换掉 刚才是点导出 就好了 这个时候直接关闭 你也不用保存 能看到刚才在这 我刚才做的一些修改 已经在地图上出现了 文件有两 同一个名字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 YAML是参数文件的意思 所以这里边 图片文件放在哪里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那么你就要记得修改这块 修改这个保持不变 这里面有障碍物的参数文件 障碍物的预值 还有这个 好 这就是我们建图的一个 一个基本过程 我先把这个停 一定要记得保存完地图以后 再关闭这些进程 来 还少一个窗口没关 好 程老师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谢谢刘老师 需要 我们是走下一张吗 就可能大家有些问题吧 要不然等一下大家就是说 有很多问题 然后接下来也 好 现在是8点 然后刘老师 应该是我们应该是录权了的 然后现在的 这个